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厦门举办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 它成了厦门市民热议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金基与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金基百华电影节在厦门的盛况 2019年11月23号晚 第28届中国金基百华电影节闭幕式 即第32届中国电影金基奖颁奖典礼在厦门圆满落幕 网友用了几个罪来盘点这些电影节 最浪漫的欢迎 当属沙滩钢琴音乐会和无人机表演 它点燃了所有人对电影节的期待 最重磅的消息 莫过于在开幕仪式上 中国电影金基奖将每年评选一次的宣布 此次电影节还是人心最齐 最隆重的一次 开幕式晚会上 32位新生代电影人齐唱《星辰大海》 闭幕式当天更有超过500位电影人走上红毯 此外 电影节期间推出的雄机起舞 第32届中国电影金基奖5G全景直播 带领观众全方位了解电影节 本次金基百华电影节也有很多创举 首次设置记录电影单元 首次设立金基电影创投大会 电影节也给厦门百姓送上最实际的福利 电影节一共举办超过20场的电影主创见面会 近80部国内外优秀电影作品 近200场电影展映 好 看看刚才这个短片 感觉好像这个电影节刚刚举办完 记忆犹新 那各位对于过去2019年 在厦门举办的电影节 以及在厦门的这个跟电影有关的事情 各位最有印象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 先听听月谦 我作为一个寻常的百姓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周围平时根本就不聊那些电影的人 都会对于这些相应的场景 发微信 发照片都感到很自豪 特别特别的就是感觉 整一个厦门市民对于整一个厦门的一个形象 或者是厦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城市 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更高的高度 这样子 就大家都乐于去跟其他的去模仿 分享自己在厦门感受到的电影 对自己带来的一些兴奋 是 听听郭老师 2019年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关于电影是什么 2019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 就是随着这个电影节的落户 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周冬宇啊 就是全国的很多的这个电影明星 包括国内的很多的这些电影公司 都把企业和机构纷纷的落后到下面来 这个我们看市民趋势印象最深的 这样的机构落后到市民的这个 几乎在这个节后的一旧一段时间 经常会有这样的新闻发布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比较感兴趣 这是2019因为 《经济百花》电影节在厦门举办之后 最直接的一个效果 是是是 听听着风 那对我来说 当然就是我们厦门电视台 录制的和制作的 《光影明西南》这个系列节目 《经济百花》奖的一个系列节目了 因为我是作为特邀嘉宾 回顾了1982年 或者《经济奖》的《泉水叮咚》这部片子 因为他要找一个 我们电视台在做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要找一个嘉宾 这个嘉宾当年是一个孩子 所以我当年大概只有10岁或者12岁这样 11岁 完了这个孩子 他后来又跟主人公一样 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 等于是他要找这么一个类似的人 刚好你就是符合这个要求 因为的确 我觉得当时我大概11岁吧 然后看到那个电影 确实是83年 看到那个主人公 他那个是给他定义成是 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个侄女 就是张瑞芳的侄女 在这个片子里面 那那个女孩 我当时这个小孩看到这个女孩子 哇 琴也弹得这么好 这么的洋气 觉得很洋气 确实我想 我走上了 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认为应该有关系 所以恭喜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那么为了做这档节目呢 特别节目 我又那个我们的设置组呢 我们厦门电台的设置组 又到我家拍我弹琴 然后我又唱歌 唱那个主题歌 我们又到外景地 万石植物园 片子的外景地 万石植物园和厦门宾馆 访谈勾起了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荆棘百花》 刚刚刚郭老师说的 包括厦门的电影 它跟其实跟我们厦门市民 真的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说就是2019年 由于《荆棘百花》电影节 在厦门的举办 让电影这个事情 在厦门呢 就是成为一个大家热议的事情 成为这个可能带动很多事情 向前推进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它直接对于 厦门的影视产业的发展 各位认为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新的发展机遇 听听郭老师 《荆棘百花》讲落地 会给厦门的影视行业 带来很多方面的这种发展机遇 那首先我觉得 可能主要有厦门这么三点 首先第一个是打造影视之都 那么以前有人说 要把厦门打造成为 这个另外一个恒电 但是我倒是更觉得 应该把厦门打造成为 嘎那市的东方影都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恒电它本身就是个拍摄基地 那先从厦门现在的情况来说 厦门现在整个城市都是来经地 它不需要刻意去打造 就是全域摄影棚 对 全域摄影棚 但是倒是需要 这个像东方影都 倒是确实需要量身定制 因为它需要跟着这个电影节 配套很多的这种项目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说的电影商务 比如说像这个院线 这个影视节庆 影视旅游 包括高端访谈 新片发布 新片的发布 电影大数据 甚至包括这个像 电影创作对接 这样的对接会 这样的活动 这是需要我们去准备的 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 就是会创作更多的影视精品 因为随着这种 发展机遇的这种到来 下方的很多影视企业 它也可 它也会通过自身的这种深化 来提升 包括引进人才 包括多方合作 来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影精品 最后一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会形成一个 这个影视经济 那影视经济 包括黄金十年的这么长的时间 会带动项目 包括像我们说的文创 动漫 网络 这个展会 娱乐 旅游 这样相关一大批行业 这种星期 像越线本身就是在做这个电影 后期制作 CG这个制作这一块 那这一次的电影节 其实对于你们 作为电影行业的 议员来说 是不是有明显的感受 它的推动和带动作用 是是是 就作为企业来说 其实非常的明显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企业本身是 以前很多时候 都是主攻于 那个服务外包 其实是替其他的产品 进行一些特效啊 加工啊之类的 那 以前的一些工作模式 都是从北京那边 可能比较多 因为那边聚集的一些商业的地方 都比较多 然后客户也比较多呢 拿到厦门这边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 那经济百化 尤其是这段时间 我们就发现 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员啊 一些关系群啊 都从厦门 直接的可以来到了 那个厦门的一个公司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不仅仅商谈 一些服务外包的工作 另外呢 还可以去看一些 自己原创的产品 那拓宽了很多的 服务的一些类型 还有一些产品的一些机遇 就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过去的业务 可能往往是从别的城市 包括北京 那边接过来 到这儿来再来加工 那现在呢 直接到这儿来 对 信息汇到这里 然后再给谈成 继续来进行这个落实 今年的那个市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用了一句话 叫做成功举办 第二十八届经济百花电影节 带动影视产业 一军突起 他用了这个四个字 真实际上是 对于我们本地人 我觉得这个四个字 是非常有内涵的 更重要的一方面 我觉得对于我们 每一个生活在厦门的市民来说 它更重要的方面是 它经济百花 让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们的 很多相关部门 意识到文化是具有影响力 和经济效益的 借着经济百花电影节 首次在厦门举办 我们厦门市也特别重视 而且希望借这样的一个 浓厚的一个氛围 让大家更多的关注 电影 以及它可能对于 电影带来的经济的 一个促进作用 所以接连出台了不少 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 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019年 我是出台了 厦门市影视产业发展规划 2019至2025 和关于进一步促进 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着力吸引优秀骨干影视企业 影视人才 支持影视企业做大做强 努力打造国内一流的 首应礼之地 剧本创作发行基地 和影视拍摄之城 同时各区也相继出台了 区级影视产业扶持政策 鼓励影视人才聚集发展 并且推动艺人导演 编剧摄影等影视行业从业人员 在厦门创业和创作 另外 一些跨国影视公司 纷纷落户厦门 其中 来自挪威的北国影视集团 不仅把落脚点放在厦门 未来 还将邀请国内的影视专家 做国际交流培训 并组织欧洲的专家 到国内讲学 助推厦门电影人才的发展 此外 2019年11月13号 全市文化旅游会展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会上发布了 厦门市文化产业人才 引进和培养实施办法 2020年 我是在影视产业发展上 将继续加大力度 创新发展文体产业 放大金鸡百花电影节效应 做好乙节促产工作 大力引进培育骨干影视企业 延伸电影产业链 着力打造电影之城 影视之都 好 刚刚这个短片给我们梳理了 咱们过去的一年 接连出台了 三份有关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 那这些对于我们下文影视产业的发展来说 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促进和推动作用 对 未来企业去招人 或者是去引进一些人才的话 会给到更大的一些鼓励的 更大的吸引力 这样子 在这些推出来的这些规定 这个办法 你觉得有没有具体哪些条款 对于你们来说 是有直接的一个帮助的 有助力的 条件的话都比较集中于 这个人才实实在在将 如果他达到一些相应的什么贡献 就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相应的扶持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像这一批的政策 就感受到就是 不管你的人才从哪里来 都可以在厦门得到相应的鼓励 那对于吸引人才的话 会非常的有真实的作用 而不是说 只是说我以前只是看看 续的或者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肯定能够实实在在的 去吸引一些人 到我们这边来 一起来往一起努力这样 听听 郭老师 您从这些政策当中 看到哪些亮点 是对于影视产业的发展 有直接的助力作用的 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 会对厦门影视行业 会有这么几点推动 第一个呢 就是加速影视企业行业的 这个重新整合 那厦门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调查 厦门有影视企业 现在有2600多家 但是呢 绝大部分企业 都是属于这个广告类的 擦边企业 就是它跟电影这行业 真正就是挂了一点边 那么随着这个政策立好 这个出台之后呢 可能会加速企业自身的这种 起牌重组 形成这种强强联手 优势互补 那么从而真正的形成 厦门市影视行业的龙头企业 或者领军企业 因为在厦门市的影视行业里边 真正能达到领军和龙头企业的 我说的拍摄这一块 创作这一块企业 非常少 那会达到这个目的 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会加速这种 影视行业的这个 补齐这个短板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 厦门最早的时候 最缺的是影视后期制作 在厦门拍摄的很多片子 最后都拿了北京上海做后期 它这个 他们都很清楚 那随着背试 这种属于高端的这种企业 后期动漫设计公司的介入 填补了一些空白之后 厦门可能会加速完善 影视行业的产业链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我觉得 会有些厦门的 影视的本土的这种精品项目 会出来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知道厦门高峰时候 每年有上百家 寄宿到厦门来拍戏 但是基本上都是 到厦门来取景 看着像厦门 但是跟厦门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种状况 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 会有所改观 最后一点 我觉得就是 这个政策出台 会形成一种 以下文为中心的 这种影视氛围的这种形成 高峰 对 我觉得 对于政策 能不能举例一下 哪些政策 你觉得是特别有亮点 特别有推动作用的 我觉得像我们 吸引社会资本 这一块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我们 刚刚几位都谈到 他对我们的人才 对一些 肯定都有一些利好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会慢慢吸引 社会资本的到来 我觉得这个资本 对我们的影视产业 是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前景 什么都玩不了 对吧 而且电影是特别烧钱的 对 因为像我们 很多的明星 包括原来的 黄小明 他们这些人 就很看好 厦门影视文化产业的前景 那个时候 咱们可还没有 这么明显的政策 还没有说明确的 说落地十年 这样子 那么但是呢 我们明显的 厦门相关的资金呢 和投资机构 是一个短板 嗯 所以呢 也 但是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出台的 鼓励社会资本 怎么投入啊 我们有好多 相当于 我觉得说 他就会鼓励 我们的很多 社会资本 慢慢地聚焦到 哎 厦门要搞这一个 他会把一些资本 吸引到厦门来 补齐我们这个 资金和投资机构的 这个短板 所以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 一出而就 实话讲 无论是人才 因为其实厦门的 影视产业 练还在布局中 是 所以呢 要成为一座 一座真正的 这个影视之城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 这个 荆棘百花电影 就在厦门首次 这个举办 嗯 它已经有一个 良好的开端 对 而且呢 吸引了国内外 电影业界的人士 对这个地方呢 关注 那么接下来 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更多的资金来 更多的企业来 那么它是需要一个 慢慢逐步发展 对 所以咱们政策的推出呢 也是希望有一个 逐步发酵的一个过程 是吧 好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继续特别节目 一座花园城市 一座花园城市 与自然山海 和谐共处的天然空间 一种自然野趣 探索厦门山林之美的生态漫行 生态的廊道 精灵的美景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 新的打卡地 等你来漫步 金鸡起舞 光影会心 2019年 金鸡百花电影节 在厦门举行 助推厦门影视产业发展 未来可期 揭秘电影背后的路导故事 许多影视剧组 缘和取景厦门 借金鸡东风 厦门影视政策 如何发展 哪些短板需要补墙 影视产业 怎样带动 其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 城市形象 能否因此得到提升 TV2春节特别节目 这一年 厦门影视产业 起新片 正在播出 好 说到厦门电影的 这个发展 2019年 厦门的电影票房 首次突破了5亿元 也就是平均每天 有37000多观众 进入到厦门的影剧院里面去 那这些数据说明一个什么呢 说明电影在厦门 有市场 有热度 有浓厚的氛围 说明大家都很爱看电影 但是怎么从爱看电影 到爱做电影 这个是一个慢慢的转化的过程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各位觉得 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爱看到爱做 还需要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转化 还缺什么 电影现在是越来越商业化 那么商业化的话 它注定要靠作品 最后要靠作品来说话 所以呢 我们就举个例子说 这个光线长门 它在出了这个太群 这部片子之后 一夜之间 它的市值暴涨了33亿 就是证明它这个作品 是会给企业来做背书 来提升企业影响力的 那我觉得现在厦门要做电影的话 要打通两个环节 这两个环节 现在在厦门影视界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 第一个是影视创作 首先是影视创作 其次呢 是这个拍摄对接 这两个环节 那创作因为现在电影讲的是 就是以内容为王 对吧 技术为基 人才为本 现在这个电影进入了 高度的市场化 这么一种用作 那后面刚才我们后面讲到的 这个技术人才 它是流通的 通过市场可以去弥补 你比如说 我要拍一部片子 导演演员拍摄制作 我可以到市场去找 国内不行 我可以到国外去找 甚至好莱坞的 对吧 但是市场恰恰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容 它市场这个创作是 没有办法流通 所以有一个好的创意 有一个好的本子 往往就能吸引众多电影人的目光 是的 因为我们讲这个剧本 它叫一剧之本 那所以现在这个剧本荒 不仅是全国 在下面也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是首先这个剧本创作问题 再一个 我觉得就是 也是拍摄对接 对接的这个机制 下面也是比较缺 现在怎么样 才能让一个好项目 一个好本子 尽快找到这个团队 找到资金 像刚才大家讲到了 找到投资箱 来尽快投入产出 这也是下面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爱看里到爱做电影 而且要怎么做电影 咱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多提供一些平台 让有想法 有技术 有创作能力的人 把他们的这些家底都能展示出来 大家都能看见 对 那刚才熊志说的一点就是说 除了是我们影视业创造这样的平台 那么实际上 我们还可以获益很多 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参与的方式 比如说厦门作为这个城市 我们还可以会展 刚刚大家提到嘎那 嘎那它不仅仅是做影视 它是通过做影视 电影城以后 它更多赚钱的是赚会展 然后它就做了大量的会展 那跟我们厦门的发展也很契合 那么还有做影视旅游 对吧 厦门又可以开始 因为比如说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片子 我们也知道 比如说拍了《非诚勿扰》 心心一下就变得火得不得了 跟乌正啊 跟那个周庄开始争灰 变得一个江南水城 因为原来也就是都在那 所以我觉得说它包括可以带过来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提醒 就是刚刚郭老师说的非常好 旅游我们是讲故事 那你电影就是讲故事的艺术 你厦门要通过电影呢 来讲好故事 首先你就是要做好电影 随着厦门的电影产业 可能因为咱们这个 经济百货电影节在厦门举办 会越来越朝着这个上升的渠道去发展 那么这个电影产业在厦门的发展 它对于其他产业 又能起到什么带动作用 刚才这个韶蓬也说到了 旅游服务业是不是都可以带动起来 是的 是的 想一想如果是拓宽了这些的话 其实需要的人力资源 就本身最基础的人 需要很多的人 钱来做这各种各样的行业 需要更多的人 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问题 有人说你这个 好莱坞那边有星光大道 对 那咱们这边既然开始要打造 这个电影之城是吧 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做一个星光大道 有的人说是星光大道 那么让大家就是来到这里就感觉到必须要到这去打卡一下 那么它的这个吸引力可能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标志性 所以大家会谈起会传播会分享 您的建议呢 我也是比较赞同这个 因为现在电影我觉得已经成为一种传播形象 推广这个 包括自身的这种推广宣传一种神器 包括这个城市的 对 城市的影响力 它一种神器 而且推广效果非常好的 那就刚才说到了这个 刚才举到了《非诚勿扰》 我也想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非诚勿扰》当中有一个跟我们下面相关的 你比如说 它那个片子当中有一个海南航空 海南航空跟咱们下航 海航跟下航 海航比下航晚组建了十年 但是海航的影响力现在比下航要大很多 海南就是这个龙头地位的一个企业 它现在是国家四家独立航空公司之一 那下航还是南韩的公司 所以像这样的就是 影片推动这种当地品牌的这种例子有非常多 咱们下面是借这个电影产业的发展 借电影节奏下航的举办 其实在城市品牌的运营上 其实可以再多做一些文章 对 我很建议 强烈建议把我们的经济大道 和我们的马拉松赛道结合起来 我觉得我们厢门马拉松还应该创造 更大的社会和经济的价值 它的这个品牌就是马拉松赛事的 这个品牌的这个绝经能力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所以如果能够把我们这么优美的马拉松赛事 跟我们的经济这个大道相结合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它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它同时也是一个城市我们厦门 作为一个马拉松赛事的一个这样的 它可以呈现很多东西 就是你开放 我重视运动 我融入这个大自然等等等等 它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豆瓣评分有一个九分的 叫马拉松精神 当然是国外拍的一个片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片子 开始反映我们真正的厦门马拉松 有很多精彩的东西 是真正有内容的片子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能为我们这座城市 以及为我们的马拉松赛事带来什么东西 随着这个电影产业 在我们厦门会逐步的这个发展推进 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城市 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其他的各个产业的发展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 对我觉得我们借这个经济百花 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增强我们厦门的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